好 蔣則跟小朋友相關的新聞 先來關心的是在南投這邊 這名四十歲的女童 媽媽在提款的時候 可能她就在這邊玩 結果頭不小心伸進鐵欄杆 之後出不來了 消防隊員趕緊用撐開氣 撐開了欄杆 花了十分鐘才將她救出 得救了得救了 看到女兒終於脫困了 媽媽其實很心疼 但卻很下心來 機會教育一番 你好啊 媽媽 你 不要啊 好了 不要玩了 你要再玩啊 打屁股啊 就在十幾分鐘前 女童的頭部卡在白鐵欄杆中間 媽媽在一旁安撫女兒 女童剛開始還很勇敢 靜靜等候救援 消防隊用撐開氣設法撐開欄杆 讓縫隙變大 但稍微用力一下 女童立刻嚇得大叫 三四位消防隊員不敢大意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順利救出女童 這裡用那個手動的 流壓器材 把那個欄杆撐開以後 跟她孫女脫骨 我媽在樓上住院 她就在玩 她說你怎麼 我要走出來 我告訴你騙我 媽媽原本是要帶著女兒 到醫院看外婆 沒想到稍微不留神 女童獨自到大門附近的 提款機關耍 好奇把頭伸進去欄杆 幸好消防隊搶救得宜 沒有造成女童受傷 也讓媽媽鬆了一口氣 記得陳家貴黃總盈南投報導 謝謝謝謝 謝謝 我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